所以接着我们看呢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会摆在 三十二是什么 三十三 来各位我们先 我们先上摆摆一下 刚才那一张讲的是 道不用兵 各位 为什么道不用兵 一件事说 你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得到某些的东西 这样知道吗 你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得到某些的东西 各位 你不需要用战胜别人 强迫别人 或是权魔 或是诡计 去得到什么东西 各位你不要这个样子 那你说那我不用 那我不用这个样子 我可以得得到吗 可以 接着下一张就跟你这样讲 守道就是什么 自来 也就是说你只要呢 你摆大道 你所想要的东西 他都会 他爽的都会来 各位啊 他好轻松啊 不要可以怎么样 他就会来 他 他怎么会来呢 接着我们看三十二章 各位这就很重要了 这很重要了 道长无名 土虽小 天下 莫冷 尘也 各位 这一章啊 开始就很深了 各位我们去看第一个字 道 这是大道 这是大道的本质 各位大道的本质是什么状态 长 各位长 就是长久 也就是说大道 他为什么能够很久 他为什么啊 对 从 旁古开天 他为什么在还没有 人类没有星球之前 到他的存在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两个字 无名 各位 几话 起来 啊 到为什么无名呢 各位你第一节课已经上过了 啊 我 我要请教你啊 啊 来 另一说说看 道为什么无名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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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明 哦 各位讲的不错 讲的不错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来讲啊 道是无形的吗 无相 因为无形 无相 所以呢 我们就不会 呼吁他一个什么 一个假名 对不对 对 我们就不会 呼吁他一个假名 到无形 无相 所以呢 我们 啊 就不容易 为他 呼吁一个假名 但是 你会这样问我啊 真的吗 啊 真的吗 所以我现在问吗 所以我现在问呢 嗯 比如说啊 来 今天呢 来 我请教我们一下 鬼 有没有有形 有相 还是无形 有相 鬼 哦 那为什么 呼吁他 一个名字叫鬼呢 呵呵 各位 你先注意看啊 啊 因为这是我们的概念 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那到底有没有鬼呢 那不知道 那为什么 要呼吁 要呼吁他这个概念 因为农历企业 各位 来 我怕鬼的举手 好 那就可以问 因为你们怕鬼 你也没被举手 没怕鬼 啊 对 你们没有举手 那你就怕鬼 好 那我现在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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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怕鬼的时候 怎么办 念 拿毛 万事 怕鬼的时候 怎么办 还是去买五百多块 听说现在有一种机器 哎 我再解决你的问题啊 请你配合一下 哈哈 如果是在暗处 就走到民宿 那如果大屏殿呢 去找婆子的人 太可怕了 各位听他在讲话 好像鬼话人 哈哈哈哈 各位 你们加入一个陷阱 我说 那你怕鬼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你开始要加入我 这句话的陷阱 我很坦白跟你讲 只要你不起鬼的概念 就没有怕鬼这件事了 你说对不对 各位 你只要不要有起鬼的概念 那不就没有怕鬼这件事 那不就不用伤脑筋 去找活人 睡在一起啊 哈哈哈哈 那你为什么要起这个概念 然后来让自己产生的痛苦 恐惧跟不安啊 你为什么呢 各位 你如果觉得人的脑袋 这个实在是 你呼吁他什么概念 去让这个概念 让他变成 他就变成一个形象 所以当有一个形象 他必然有一个名称 各位 这样你就离开了什么 大道的本质 大道无名 也看到了吧 他没有名字 各位 我们会去毁谤一个人 我们会去攻击一个人 假设那个人 是妙名 你他都没有听过 他会变成你的目标吗 不会还是不会 根本 他根本没有目标 所以呢 诸位 所以有很多人还不明白 他一直想要去创造他的知名 有智慧的人 是无名 有智慧的人是无名 此名会那个名 知道吗 你能够去学习 大道这个样子吗 你能够学习 大道这个样子 你何来灾难呢 你何来怪呢 你不会起这个概念 所以各位 所以每次我看到这一段 我就很深的感慨 道长无名 他才能够这么长久 但是如果他变成一个名字 各位 我跟你讲 今天所有的问题都会来 他只要变成一个名字 所有的问题都会来 各位都会来 譬如说 譬如说 我请教你 你贵心 我东城 东而城 东而城 我没有来过 都会说东而城 你的名字 一个字还是两个字 一个字 看你的面相 再加上你两个字的名字 不要那么急 知道吗 所以这两个字呢 中心最好再加一个字 比如说 加个又 造语又的又 比如说中间加个字 中间要不要 中间要不要 我帮你加一个字 你上哪里去改名 改名第一个条件 就是要包两千块给我 第二个条件 就要去办 第三个条件 办完了之后 给所有字都要去改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还是不好 我叛你的表情 就是说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现在 在做个圈套让你跳 你一直 所以我就说 光是你的名字 就有人 一辈子就改名字 改了好几次 很无聊 各位真的很无聊 你的名字是一个假名 然后你就改了好几次 光是一个假名 你就可以伤痛脑筋 一个假的名字 那各位 那如果是你个人的名誉呢 那你一定会跳到黄河洗不清 各位以后不要跳到黄河 黄河的水怎么会洗得清 这个诸位 所以这个米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已经生起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 它就会一直障碍你 它就会一直干扰你 直到你有一天悟到什么 道常无名 正来回物何处的城埃 直到有一天你悟到了 你就能够撒落一地 但是如果你要悟到 各位 天啊 好苦啊 各位真的很苦 苦得不得了 那你知道重要的吗 你知道说 道常无你的内涵了吧 各位不要太有名知道吗 那你说 叔叔 我本来就不想要名 因为你有没有努力奋斗 你家里这辈子都有名 我也知道 各位 但是你有没有自尊心就是你的名 你这个你这个内在的这个名很强 所以呢 你要好好地将你这个名的名除掉 这是重点 谱虽小 谱虽小 来 各位这个谱的意思 各位这个谱的意思就是那个一个完整的树木 这完整的树木它是批是什么 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就是大道本来的样子 啊 大道的原貌 就用这个谱字来代表说 道的原貌是谱 那为什么这里讲说 虽小呢 各位 你把你把无名跟小连在一起 你就会想到四个字 无名什么 小竹 有名 就对英雄 各位 我好喜欢无名的嘛 小竹 自从读了道德经 我知道这个名词 自从我高贵的名词 但是各位 你们这个人还要当小竹 然后呢 你们这辈子又不甘寂寞 因为你们不愿意默默无名 你缓啊 都是谎其道而起 各位 那为什么一般讲 会觉得无名为小呢 各位这里面的小 自从千万不要把它解释说 大小的小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小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 不要无名 无形 无相 所以呢 就感觉到什么 它不存在 感觉到它不存在 就好像是为不足道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 一般人感觉 它好像不存在 这个小事 应该这样来讲 但是各位 但是你看它没有什么 它很有什么 它很有威力 它有什么威力呢 天下莫能成也 各位简单这么讲 天下的万物 都不能够呢 对 来驾驭它 没有人可以去驾驭它 这反而 有没有 对我们呢 都被大到 自然的运作 所以你觉得它 它渺小 你觉得它 微不足道 但你却没有办法 加以它 这个就是 道体 各位 这个就是道体 所以接着 你看 猴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至兵 天地相合 以将干明 明末之令 而至君 对 现在讲说 王侯假设能够守 能够守住这个道 能够明白这个道 各位 你看到 它即将怎么样 三个 第一个 就是万物呢 将至兵 那个兵呢 就是什么 就是归来的意思 各位明白 大到的人 一切的万物 各位 看来 这个万物就包括 包括人 他自然 对不对 会归顺来成 为什么 因为有道者 归之 所以有道者 归之 再来 第二个 天地相合 以将那三路 对 以形而上的角度 就是说 这个道 他也运作了 自然的切 但是以人为的角度 各位 一个明白 大自然的环境 生太保护的人 他当然 不为人训 常来到大自然 若是一个不明白 对不对 要好地珍惜地球 爱护之眼 他可能会破坏大自然 有没有 那天地呢 缓会产生 一些 不同的 缓一 就像我们现在 所讲的 分次效应 所以各位 所以有道 有道就是顺应大道 顺应大道 就顺应大自然 所以大自然该怎么样 他自然就会怎么样 不能守这个道 就会一天到晚 脑袋 想要人 定什么 圣天 我看你把这个字 对不对 定在青龙山 我看你什么时候 才愿意成福 主位 我们 我们愿意成福别人 跟我愿意领导 所有的人 灭在真的不太一样 那 所以 难道 连大道 你都不愿意成福 难道 连天地 你都不愿意成福 对 那你何其狂妄 所以那这样的人 你说什么人 可以 可以驾驭他呢 我想没有人 可以驾驭他 只有一个东西 可以驾驭他 那就是他的无知 跟供高我慢 再驾驭他 不然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驾驭他 第三个 这个老百姓 不用你什么 不用你啊 下命令 去强迫他怎么样 他们自然会 自动自发 该做的事 去做得很好 主位 第三个 那对 那如果从三个角度 你看起来 那对 天地 对 天地呢 就是环境 人民呢 就是百姓 万物呢 就是呢 对 可以呼吁 对这个国家 有没有 相当的泰体 那对 那从这个角度 拉到你身上 只要你能够 锁这个道 你在家里面 家里呢 也可以很幸福 经营啊 公司呢 你也可以很赚钱 只要你能够 锁这个道 然后懂这个道 接着我 接着我问你啊 请教一下 那各位 那道是什么 各位现在提出来 来 杨志明 这个文章你看起来 都很有道理 但是道是什么 道是什么 什么 讲具体点 你看你越来越像残词 讲具体点 好了 那你如何 用道 用在家 你如何用道 在家里 现在目前 有会用什么 不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 还没办法 是不知道那个道 是什么意思 所以不会用 是不是这样 还是知道那个道 我已经知道道 是什么意思 只是我不会用 你到底是哪一个 你的内在被造什么 绑住 好了 我现在拉你一把 好不好 你被绑住 我拉你一把 那现在到底是知道 还是知道 不会用它 你已经知道 你已经知道 只是不用 那只知道 你这样 你这样 你跟你家里的关系 用到恰到好 做的事情 讲给我们一天 道德 已经三十二章了 你不要辜负它 好不好 所以就 我故意 再问你问题 不然呢 你只是听过我讲的话 我听懂了 各位你真的 你真的听懂了 好 那你回去用 你就用给我看 所以各位 我也承诚跟各位建议 我开宗明 一个跟各位讲的 道德经 随便是一个名词 你不要这样看 只要一个名词 去体悟 懂就是懂 不懂就是不懂 就这样 现在回归这个字 道 什么叫道 你懂了就懂了 你不懂就是不懂 那各位 那你只看 道德经在讲什么 有意义吗 因为你用不出来 所以 一定不能够停留在 文字概念上的解释 或是你只听我说 各位 你去透过思考 你会察觉到 你内在会有 很多的疑惑 那没有关系 你然后去思考 它会一直一直的深入 因为呢 你是你自己 最好的老师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 去思考它 那各位 简直上是你误了你自己 你不能怪道 道从来呢 不误了 是你误了道 各位 什么叫道 道就是 你有固定 道呢 就是法无定法 道呢 就是千变万化 道呢 不可用一种概念 来创作它 道呢 也不能够用一种 法则或模式 来说它是怎么样 各位 所以道的 道的理念 跟你的脑袋 是完全相反的 对不对 各位 道 跟你的脑袋 是完全相反的 各位 谈到这里呢 我就要跟各位 谈一个公案 有一个呢 叫做旁印居士 他有一天呢 他去问呢 马祖道一 谈诗 他就问说呢 谈诗 什么样的人 可以呢 不以万华 为伴 这万华 就是环境 各位 也就是说 人不能够离开 所有的环境 就像 鱼 不能够离开 水一样 但是那个 旁印居士 就故意 问禅师 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谁 能够呢 各位 哦 不以呢 这个环境相处 谁 那个人是谁 谁 谁可以 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一句话 听起来 是不可能的 马祖道一 就在那里 回答 他说 等你哦 只要一口 能够呢 对 喝进 西 西江水 那个时候 我再告诉你 旁印居士 听到这句话 就开悟了 他就开悟了 为什么 因为他问 一个什么 不可能的问题 马祖道一 就故意呢 回答一个什么 不可能的什么 的答案 我们怎么有 帮我一口气 把一条 西江水 喝进呢 那是不可以的 但是他 问你怎么会 开悟 为这个重点 当你觉得 不可能 是哪里 不可能 是你的脑袋 离开你的脑袋 就是不可能的 是 所以只要呢 你离开你的脑袋 你所谓讲的不可能 就跳开 他就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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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可以 所以道 不能够这样说 所以你明白 这种概念 你才会什么 才会像刚才 杨志明你回答的 恰到好处 才能够展现 恰到好处 不然你用不出来 所以 这叫做 明白道的人 他才能够用死刀 不然他没办法用 不然他就没办法用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问题 我喝口茶 我看你们的表情 就是什么 各位 各位简单这么讲 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不要在你这边转 你只要被转 你就不懂得到 你就是对你的头脑转 当你能够跳开了 你自然会应用 你怎么用 都会用 各位怎么用 都会用 好 各位接着看 看下一段 使字 始至有名 名义既有 呼吁将之子 之子可以不代 所以之子可以不代 画起来 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哪里来的呢 我们前面讲说呢 道常无名 他处在 他那种原貌 他那个原貌 就叫做普 但是现在呢 可惜了 可惜什么呢 从这个原貌 从这个本体 开始产生了作用了 从整体开始产生了作用了 这两个字叫做始字 各位看到了吗 他已经开始产生了作用了 对不对 开始产生了作用 接着就两个字 从无名变成什么 有名 从无名变成有名 好各位 现在这里面是一棵树 各位 现在 这个也是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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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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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 它就是一棵树 那我现在是个木匠 我现在把这棵树呢 开始做成这个样子 请问一下 这叫什么 椅子 你互以它的名称叫什么 椅子 这叫什么 你互以它叫做桌子 那个就要讲桌 你看到了吧 你看到了 人类思想的 由来了吧 那个叫椅子 那个叫桌子 我一直想找一个 那你叫做出来的 等一下 我拿一块木板 你说那是一块木板 对 只要是有情 有相的米金 叫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把它 定名了 对不对 你已经把它定名了 所以有一个人 各位 有一个人 流天看到 一个高僧 他就 他就 他就问说 和尚 请问一下 这个叫什么 和尚就跟他讲说 这叫椅子 那个人笑一笑说 和尚你不走 这个不叫做椅子 那和尚呢 就笑一笑 就跟他讲说 竹木 各位 和尚第二个答案说 竹木 那个第四呢 就笑一笑说 你和尚 你这样讲就对了 和尚说 这叫做树 树上说 那个基地说 叫做树 他们在讲的时候 和尚就说 这叫做土 他们在讲的时候 和尚说 这叫做有 在讲的时候 和尚说 这叫做空 和尚说 所以你误到什么 我开始一个 一个问题 来来给他 你误到什么 这叫什么 你这么啰嗦 干嘛 已经丢一个问题 给你的 你用手机 再碰到一个问题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碎归 那个基地当和尚 打说 这叫椅子 他以为说 和尚没有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他以为和尚没有什么程度 说和尚不懂 结果和尚反正打完了之后 谁不懂 那个居士不懂 所以这叫什么 你用华腕 这叫椅子 这么简单 他就叫个椅子 如果你要再谈下去 那我就跟你谈 各位何必呢 何必把一些简单的事情 搞得这么复杂吗 好简单啊 不困难啊 如果你要困难啊 那就跟你困难 在这之后 各位 你也有观察过 我们的脑袋 喜欢困难的东西 我们的脑袋 你不要讲简单的东西 他听不懂 你也有观察过 你的脑袋 跟你相不相信 或是你不相信 我问你一句话 来 心里问我 请这样 反正你也是上摆了 半摆 我叫我直接用 没有方法 就是好方法 那么一首 各位 没有方法 就是最好的方法 食物还是怎么教 不用教 你的脑袋 你的脑袋 期待什么 食物怎么教 他有几种方法 对不对 是还是不是 是 你的脑袋 就是一直想听这个 什么方法 我现在问了 来报了 你去上化妆室 在用什么方法 你看 他好笑的一个东西 奇怪 你没有错 上化妆室 好像没有方法 他跟你在一起 就好像要学方法 我跟你讲 跟跟你在一起 不需要方法 不需要方法 就是最好的方法 一个没有方法的人 就是一个最自然的人 最自然的人 就是一个最有灭力的人 对不对 还需要教你什么方法 看到别人的时候 眼睛就要看着对方 有没有 看着海浸堂 这附近 上交很累 各位 很累 不要上交 所以你观察过 你的脑袋吗 他喜欢复杂的 他就会喜欢复杂的 所以我才为什么 讲道德经 知道吗 各位 如果讲太简单 你就不想听了 如果讲易经 你很喜欢听 因为他很复杂 简单的 他听不懂 很习惯 因为 他习惯 运作 他习惯 他习惯 推理 他习惯 思考 分析 他不习惯 说什么 没有 他不习惯 各位 没有 本来就没有 天下本来就没有事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有名的时候 你注意看 对不对 名 名 既有 五亿将 这个名 有了之后 这个名开始就会怎么 被产生的作用 他会一直滚 他会无限的状缸 他甚至会带给你名利双收 各位 名利双收的背后 他也可能带给你灾难 各位 是让名利带给你最大的灾难 是什么灾难吗 你猜猜看 那你猜猜看 带给你最大的灾难 是什么灾难 是这条吗 各位 这条不是最大的灾难 被人家猜忌 也不是最大的灾难 被人家毁谤 也不是最大的灾难 最大的灾难 就是 你不认识你自己 你真的已经不认识你自己 所以不认识自己 就是最大的灾难 没有比这件事情 更大的灾难 各位 你认识你自己 我看你的表情 就是大货 领头 没有关系 下一条马上 就告诉你答案 所以各位 所以呢 对 知识可以 对 不会产生危险 也就是说 知道就好 不要让这个名相 他带着给你 这样啊 你会不知不觉 的掉落 对 这些灾难危险 所以最后一句话 必道之在天下 有我穿骨之宜将来 对 这种结论 就是呢 天下的一切 归到 就好像 一切的河川 必流入大海一样 所以他做这样的结论 来跟你讲说 守到 日来 有没有 就像百川 到最后 融入大海 所以各位 不怕吗 没有人来 只怕你没有大 这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 各位 第三十三章 就是要给你呢 刚才那个答案 第三十三章 最大的灾难 就是你不明白你自己 不了解自己 各位 第三十三章 一定要背起来 不背起来呢 实在是太不应该 各位 像我也不喜欢背 但三十三章很重要 尤其呢 你可以常常提醒你自己 各位 你看第三十三章 请你看 白白 自知悟道 简单这么讲 了解自己 你就可以误葬 不了解自己呢 了不可得 我们看老子怎么讲 自人 者自 自知 者明 所以这八个字 还背不起来的几手 这八个字 我至少讲过七八遍 那为这八个字呢 中间 中间再读几个字 知人 者 自 不及 自知 者明 不及 底不上 是什么意思呢 直接把它读 知人 者 自 不及 自知 者明 各位 这样一补呢 你就把两句话 连在一起 对不对 不然你把它拆开 你会觉得说 这两句话都是好话 对不对 各位 这两句话都是好话 但是啊 这样一补起来 就好像 就不是这个样子 各位 我们看第一个意思 自人 者自 也就是说 了解别人 各位 很多的人 他很聪明 各位 正面所讲的 智不是智慧 讲说他很聪明 有的人 他很聪明 他很容易 查人 他很容易 去察觉别人 他也很容易 去掌控别人 他也很容易 去了解别人 跟观察别人 但是这样的人 并不是一个 真正 觉悟的人 他只是一个 聪明 绝顶的人 各位 古说有一些权谋 这些权谋家 有没有 哪一个 不会看的 都很厉害 那各位 在这里讲过的吗 你的眼睛都往外面的视频看 所以你的眼睛呢 都看到很多的人 所以你的眼睛 常常分析说 他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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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分析了老半天 很可惜的是什么 你从来不认识你自己 那你说 你为什么可以知道别人 你为什么不了解 知道别人的那个人呢 为什么 所以摇子才跟你讲说那对 自知者明 对 明明什么 真正了解自己的人 他才能够真正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然他没办法明白 明指的就是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会问我说 明白自己跟宇宙有什么关系 各位 你已经把自己跟宇宙拆开了 自己跟宇宙 同身一个名字叫做万物 你不要误会 你不能拆开 这在问万物 这你只要明白万物里面的一物 对啊 你不要明白万物里面的一物 他的道 所有的道理都不会不一样 所以了解自己 你就可以了解一切 所以常常讲说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了解自己 那我现在说 我现在所讲的话 对 你可以存疑 在这你应该去了解你自己 等到呢 你了解你自己之后 我讲的话 你再去应证就好了 你应该去了解你自己 各位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 那我现在我要 我想请教你 是谁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谁 对 想要幸福的过日子 是谁 在做什么 各位 你可以不了解吗 那如果你不了解 这个是谁 这个人 那各位 你看 请问一下 那这个不了解 这个人 他在追求一些东西 那不是很好笑吗 再来 不了解自己的 这个人 他在烦恼身外的一切的东西 那不是很无知吗 那不了解自己的这个人 他在追逐一切 那不是很荒唐吗 各位 你可以有无限的欲望 我都给你 但是我只问你一句话 是谁 在满足那些欲望 这是谁呢 你去了解 你了解了之后 你这些欲望都会止息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有无限的欲望 因为我们不了解是谁 所以我们往外面去追逐 因为你没有能力了解你自己 所以你就往你有能力的外面去追逐 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说一般人不悟大 所以他只能够往外面的明 看得到的东西 他在这里上来 但是各位 你看得到 看得到 不要问我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你 所以你可以去感受 我把答案丢给你了 你可以去感受 接着 圣人则有利 至圣者强 一样在读那两个字 圣人则有利 不及什么 至圣者强 各位 你可以透过 你身体的力量 你可以透过你的能力 去胜过 世界很多的人 但是真正的强者是谁 就是你能够去降服你自己吗 这个就是强者 至圣者强 能够降服自己的人 对不对 才是自强不喜的 所以 难以调伍的 一定是自己 为什么是自己呢 因为自己的心 又如同 齐天大圣孙悟空 七十二变 变变变 所以呢 有没有 你常常 难以降服你的内在 那对 那怎么降服你的 怎么降服你的内在 我想问 那怎么降服你的内在 来 说什么说看 用最简单的话 就是 我给你按照一下 怎么降服 啊 不要有欲望啊 要做累的 所以怎么降服你自己 来 救我 如果你注意看 怎么降服你自己 就是不要降服 降服你自己的方法 就是不要降服 我有没有降服他 我没有降服他 他自负 你看 好乖 你看 各位 了解吗 我再讲一句话 降服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降服 我这一条 来听懂的几首 哦 有两个听懂就好了 找到两个 现在就找到两个 一个两个 那两个 你常常讲说 我还是师父讲话 几个几个 我讲了 我已经告诉你的 自主者富 各位 这一句话 事实上很多人常用 各位 各位 世界上的 最富贵的人呢 有没有 就是自主的人 自主的人 就是事实上 最富贵的人 以及 没有 没有一个的 比他更富贵 各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坦白跟你讲 诸位 你现在所看到的 一切的东西 都是我的 你相信吗 来 小龙村 你相信吗 我现在所看到的 一切的都是我的 你相信吗 来 请你讲出道理 为什么你相信 所以各位 我所看到的 这些都是我的 那我们是最富的人吗 然后 各位 我已经这么 富到 再不行了 我还需要有 欲望吗 他不需要 所以 这一开始的时候 你刚才我像过来 我告诉你说 还有欲望 各位 我今天 不教你 仔细 欲望 我只给你讲 全部都是你的 你还需要欲望吗 或者是多此一期 各位 为什么都是我的 我只要跟你 我只要跟你跟你讲话 你就是我的朋友 你看到了吗 我只要 我只要愿意 每天来 运动品上部 对不对 这个运动品就是我 四达官的 不过来 你再给他 我只要愿意 我再给你 睡觉 有没有 各位 我只要 因为每天 看月亮 那个月亮 就是为我出现的 你看到了吗 所以你多久 没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呢 各位 哪一个不是我的 人家 国家巨宴 你也不去看 人家巨站 球馆 你也不要去看 各位 所以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都很贫穷 今天这样 你家的别墅 就是很高兴 因为你家的别墅 是多大间 是多大间 所以 我家没有门 各位 为什么我家没有门 如果你一讲得出来 我再叫门 来找 请一下天地的门 在哪里 所以我家没有门 这就是答案 你知道吗 天地怎么会有门 所以我家没有门 那你了解吗 你不是很富有的人吗 各位最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这么讲 只要活着 就是一种幸福 只要活着 就是一种拥有 哎呀 所以 对知足者父 那叫这个意思 接着 强行 则有志 对知 还要能够行 有没有 知 还要能够行 对这个强行的意思 就是说 一个人 他能够 那个 从头走到底 他能够不半途 而会 最主要就是 他要有所什么 对 意志 后来他怎么走得下去呢 所以这两句话的意志 就是知跟主 知跟行 他是要什么 他叫同时的 各位为什么他要同时的呢 知 就是知道 他是什么 行 就是实现什么 所以这两个字要同时 不然他并不能实现出来 他并不能实现出来 所以最后一段 那个是最重要的 不失其所得久 各位 不失其所 这四个字的意思 就是说 不迷失自己的人 各位 不迷失自己的人 就是了解自己的人 了解自己的人 就是回归前面那句话 自知什么 是明的人 各位 这一个人呢 他才能够长久 各位长久 各位久到什么时候 久到四个字 这四个字 你一定要画起来 纵使呢 看不懂 看不懂 看起来也高兴 死而不亡 各位 死而不亡 所以脸干 要给你听到什么 看不见 横踢 要加上 死而不亡 各位 你明白什么叫 死而不亡 者受 各位 这样的人 常常久久 是不是这是真实的道理 你不要以为 这是美其名 各位 怎么叫美其名呢 我们过去 在读书当中 常读到 比如说 一些历史的伟人 我们常会读到 说 类似这样的话 这个人 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了 但是他的精神啊 却永久啊 存在这个人间 诸位 这个不是真理 这个只是鼓励我们的话 各位 真正的话是什么 那个人没有死 那个人没有死 难道他当鬼吗 诸位 那个人没有死 为什么那个人没有死 所以 如果 如果你会死 你现在付出 就是没有意义的 各位 这我要告诉你答案 如果你会死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没有意义的 你那些钱没有意义 你读多少时候 没有意义 你做多少算是没有意义 各位 如果你会死 你好好地回去 享有这个问题 你现在所经过的一切 即将会失去 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请你告诉我答案 你大不了说 死后就不管了 各位 不要这么样 你不要逃避我的问题 什么叫死后就不管了 各位 这个问题 事实上已经是阻碍 人类内在的什么 自强不喜 我们都是因为觉得 我们会死 所以我们才保留好几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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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死都可以再保留了 你看 不会死 你知道吗 不能保留 保留是你吃亏 你说 所以讲老半天 对明明明会死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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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死 不是死人 因为那个人 是什么 那个人叫分人 分人不死 观察里面 装死 死 所以就不要死到那里去 我们以后不要死 那你说 如果你可能敢更清楚一点 我就坦白就跟你讲 我的身体 跟我这件衣服 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件伤的 我可以再换第二件 你的身体也是这样 你的身体呢 坏了 你就该换了 那没有他怎么办 你自然 你自然会再找一些衣服来穿 各位说 你这句话 如果他怎么办 你自然会再找一些衣服来穿 那是确计吗 要穿人穿的衣服 知道吗 不要去钻那个 就这样 有没有 你穿过那种衣服 就好 所以跟各位讲 最重的答案 死亡的 你认知的死亡 死的是这个身体 这个心海 这个心海 这个心海毁坏了 但是你生命的本质 并没有死亡 如果你生命的本质 有一个死亡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从哪里来 投胎的 你已经是死了吗 你为什么会来呢 你下个礼拜会不会来 就是没有死吗 就是没有死吗 不然你为什么会来投胎呢 奇怪 你不是死了吗 你为什么会来呢 各位 所以老子讲这些话 没有骗你 真的是这样子 他不是讲一个 讲一个 讲一个行为 让安慰你的话 死而不亡 这是事实 请你呢 把我所讲的话 可以有疑惑 好好的去思考 去把它找到答案 找不到答案 下课 才在路上反而下 叫人家 今天才能接下库 谢谢